牛魔辅助教学,细节思路分享 这样的牛魔才称得上是最强辅助 哈喽,大家好啊,我是小龙 我又来了 好,这一局啊,给大家带来一把牛魔辅助 辅助牛魔,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如果想玩好一个辅助啊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啊,会玩输出 但是不见得会玩辅助啊 辅助该怎么玩啊 这边出来直接啊 在这个草丛,为什么呢 首先主要是帮那个打野看他的野怪啊 不能让人家反了 前期必须得帮打野开视野 如果说一分钟之前没有人来啊 那基本上就不会来了啊 这边就直接去对抗路 对抗路这边很容易火拼的,兄弟们 对不对 我这一来他不就难受了吗 别看牛魔没有伤害 但是他的控制 前期能给队友啊 带来一个,对不对 很好的那个阻牢给对方 这不就拿下一血了吗 兄弟们啊 帮助对抗路拿到一血之后啊 这个时候再往上路走 对吧 反正一开局你就先帮打野 看着啊 不能让对方的人来搞他的事情 对不对 他顺利打完野打到四级 这个时候就来上路 帮射手啊 对吧 不要局限性的啊 就说老跟着一个人 也不行啊 嗯 对方是白女守约 嗯 这个守约有点长 牛魔辅助 我 我觉得啊 他是辅助中的 替您几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把看看就知道 他们打我没有关系 我很肉 不会死的 兄弟们 放心 玩好一个牛魔 你必须学会 首先 第一 扛好伤害啊 其二 就是给足控制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队友就行了啊 只要掌握这两点 你也一定是一个最强辅助啊 啊 有很多小伙伴们 觉得玩牛魔啊 说也容易死啊 其实并不是牛魔容易死 而是你们用错了方法 玩牛魔啊 好 这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牛魔的二伞 虽然没撞到他啊 伞线就是这么用的啊 然后一个大招拍起两个 马可这边反应很快啊 直接接大招 这就叫默契 对不对 因为马可残血了 那两个人是必须要追的 所以说啊 我这边一个大招是逼中的啊 牛魔的二技能啊 该如何操作呢 不要 对不对 不要直接用二技能撞 你一定要走到人家的对不对 面面前 然后用一技能 再啊 用二技能往回撞啊 一定要学会往回撞 对不对 这才是牛魔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废话不多说 看实操啊 你先用一技能减伤 破甲减伤 然后二技能 对不对 顶两个大招 再大琴两个 再一技能啊 收掉一个人头 这这这 前期就收掉两个人头了啊 把这个盐给踩掉 然后没事就多开开视野啊 这边直接越了 我一个二技能过来啊 那这个白你手也也死掉 这一把啊 队友也是非常强势 啊 但是啊 这一把MVP 你信不信 是我牛魔的 嗯 他撞我没关系 二技能往回撞 往回撞 减速之后再大招起来啊 这时候马可波罗啊 没有大招 有大招这个 项女他又死了 啊 这就是牛魔的一个基本的年招 二技能往回顶啊 不要是二技能起手 二技能起手往前顶的话 你有可能顶进去就出不来 明白我意思吗 对吧 这边哎呀 两个射手交锋 哎呦 被白你手也得秀死了 这就很伤伤啊 等我来啊 等我来 不要急 这个白你手也 我对他 又有点小想法呀 啊 怎么说 你大招 我也大招 再一个一技能 走到他面前 往回顶 哎呀 我去了 这一波 我是扛伤害啊 帮那个武作天 扛伤害 我知道他能杀 知道吗 那金克也过来了 就是死一两次 无所谓的 兄弟们 玩辅助的话啊 不要怕死 玩辅助千万不要怕死 如果说哪怕有一丝丝的机会 能给队友带来一个人头的收益啊 尽量去帮助队友拉掉人头 让他们起来 对不对 我就碰到好多那种玩辅助的啊 就是特别怕死 老跟后边晃来晃去啊 有关键的时刻也不上 一个好的辅助射手的话 会给辅助 给射手带来一个质的飞跃啊 就好比说 这一把啊 看到没有 撞到之后 一技能一个大招起飞两个啊 对不对 把大把项女的大招破掉了 他刚刚准备起手要放大的 我这天又上来了 这边有兵线直接跃吗 扛一下塔 把他把兵线推过去 我这边直接二技能 起手一技能啊 传不死传不死 对不对 这一波直接伤害扛满啊 然后控制给满就行了 如果说这 如果说啊 你伤害给满 不那个控制给满 然后伤害扛满 如果说队友还是杀不掉的话 那就是队友的问题啊 对不对 玩牛魔其实特别简单 也自动辅助 你玩辅助 最主要的因素决定在于啊 你的意识跟不跟得上啊 你的意识在哪 体现啊 小龙我觉得啊 英雄理解 可能欠缺一点 但是我的意识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意识可以体现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哪里 对不对 你知道哪里要打架 哪里去支援 对不对 好 一个大招拍起两个啊 我闪线拉开 白你想拘我啊 对吧 这边啊 没有血了 回一波架 说白了 就是玩辅助的话 就是多游走 多看小地图啊 哪里需要你就去哪里 看到没有 这边也去这边又需要我 我这边就往这边赶啊 看还有没有机会啊 老夫子漂亮 单杀了打野 这边还在打 还在打 老夫子你有点贪了啊 兄弟 你不可能打得过了啊 这边 哎呦 法师闪现一技能啊 没跟 没有杀掉 嗯 这边 金科又在切 这把队友很凶啊 很凶 这个项女啊 明显看着就不太会玩啊 没有我的项女 玩的一半好啊 小伙子 这边直接破啊 直接破 我这边直接二技能开过来 一个大招 传步击飞 对不对 牛一个 十一个 然后鲨鱼过来 我回顶啊 牛魔的二技能 我告诉你 怎么提高命中率啊 就是你贴着他 就是你最好是走到他面前 A他用一技能 A他一下之后 贴着他二技能 回顶或者是往前顶了 这样是百分之百命中的啊 你不要站得很远 就二技能过去 这样的命中率不高 知道吗 兄弟们 你看我这一把二技能 基本上啊 都撞到过人啊 对不对 玩的好的 牛魔的话 对面真的很烦的啊 又肉又有控制 对不对 这边把眼给踩一下啊 这边啊 下路有兵线 真的肯定是要下路打一波了 我这边直接强行 给他们一个压力啊 往前顶 这个二塔 他们是就不敢守了 兄弟们 好 二塔拿掉之后 项女出来了 哎呀 我一个大招 飞两个 武则天再一个大招 对不对 死两个啊 就是这么简单 哎呦 我去了 这武则天的伤害 直接把白 你手也给秒了 这一把难道要结束了吗 兄弟们 直接破高地 他们鱼还跟上路带线呢 我的天哪 高地都没了 一波了吗 这是呀 我直接扛塔 直接扛塔 哎 兵呢 兵刚刚才进来 我去了 我都扛 扛残了 我都啊 我一个一技能 空了 闪线拉出来 反身一个大招啊 这一套操作 兄弟们 也可以啊 就是防止人追你 对不对 我没多少 写了金刻被人围攻了 死了 然后我 贴着他二技能啊 就是他快要接近你的时候啊 鲨鱼你二技能 又能控制他 又能击飞他 对不对 这边啊 打不了了 我感觉 对方又死掉 四个 也没准也能打 又破高地啊 这一边 九分钟啊 左右 这是难道要一波吗 我以一个大招项鱼顶过来 我再一个二技能推飞啊 这边我估计要死 还没有死我 真的是肉啊 好 这边对方又死掉 四个啊 又只有一个人了 这边兵线好像没有了 嗯 兵线要来了 兵线又要来了 我真的好想回家呀 但是这边 队友啊 还是啊 这边肯定打不了了 打不了人都复活了 撤退了啊 不能贪 不能贪 赶紧走 直接回城 直接回城之后啊 利用二技能撞出来 能快速到达线上啊 好 这边金科在追辅助 诶 然后这边 那个法师也过去了 打不起来感觉啊 嗯 要不先拿龙吧 其实现在可以拉龙啊 可以拉龙 但是我做一个辅助啊 对吧 我就没有资格说 拉不拉龙啊 那是打野的事情 哎呦 老夫子退出游戏 怎么回事 怎么情况啊 那这边直接拉龙吧 打不了他啊 老夫子不在 扫人 把这个岩给踩掉啊 辅助啊 牛魔的话 一是往前扛 扛伤害 二是要多给对方视野 给那个队友视野 然后有眼 要摆你这种英雄的话 有眼要给人家踩掉啊 对不对 不要没有事赶 晃来晃去 要忙碌起来 一二一击撞两个 他推我 真好推到这个方向 一个大招又大飞两个 我再贴着一顶 我再一个一技能 出被动 鲨鱼还破线 还带线 没有用 这边有兵线 一进去了 对不对 有一个小兵 把他保住 哎呦 我去 小兵没保住 完了 没有兵线了吗 又没有兵线了 但是对方已经团灭了 中路这个龙来了 直接等着就行了 白你首约 还有几秒钟复活 老夫子直接扛了啊 他出来 我就直接大招 给他晕住啊 一个大招 起飞 对不对 能马上进来了 项鱼又复活了 我二技能回推 对吧 就是不死 这边啊 再直接 再二技能回推 哈哈 十二分钟 左右就拉下来了 胜利 兄弟们 辅助是真的很好上分啊 又不累 又很舒服 1516加17 巅峰积分啊 金牌辅助 13.7的评分 输出生存团战 发育 KDA全部打满啊 这一边 哎呦 没拿到MVP 但是队友感觉都太强了啊 兄弟们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哦